两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融洽不融洽很重要 所以任何一个项目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体里头 离开了政府离开了背景 这个项目几乎不存在 它的道理就是中国是一个党之政 中国讲究的是政治经济学 听懂了吧 所以说那个DG系 为什么最后在中国大陆上逐渐的销声灭迹 所以我们做项目不能单纯的看项目 要看项目它的主体是什么 主体背后的政治势力在哪里 单纯的做项目看项目你永远做过大 这还不可怕 可怕的是如果你做动态的话 你后边带着一帮的人 你可能获利了 但是你后面这一帮的人如果带着害的话 你觉得你的人品 你的人口 你的生意 你的信用 在哪里 因为我们处的是一个社会 什么叫社会 就是有你有我有他 为了你 如果我和他对你 失去的信用 你在社会上就孤立 那就 生败 名列 懂了吧 太复杂 你稍微大一点 我看你再说 啊 哈哈哈哈 发了没有 有没有 谢谢大家